一碗羊肉面 不同地域各法各有千秋 就是用那个木桶炖出来的就是 一般为了面的口感更好 用盐水和出来的面 专业用羊的大骨头 24个小时 据调查上海地区两大阵营 红烧与白切谁更受欢迎 因为羊肉的最初就会拿下来的条 我喜欢打球 我喜欢打球的心情 心脏 当然不论你支撑哪一个观点 数据面前人员平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云 相信很多眼尖的观众 此时已经看到了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那就是羊肉面大测评 有你又想了 羊肉面 羊肉面 刚来讲起 我觉得有你吗 我有点想忽敦心呢 但是 我已经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咯 上海的羊肉馆 大约有13800多家 而在后面呢 加一个面子 数量呢 则超过了600多家 可见上海人 有多么爱吃羊肉面了 因为羊肉呢 最初是贵人家的钱 八切羊肉呢 是下酒菜 下酒吧 羊肉面的话 红烧羊肉面好吃 因为汤里面就是比较无汤了嘛 台湾呢 还是要吃八切吧 我喜欢八切 我觉得八切的心是清爽 八切 五三年 八切的话 又清爽 一家里面精舍 这家里面的味道 应该没说起 这就好了 羊肉是北方人相对来讲 更爱吃的一种美食 为什么好像现在 很多很多江浙一带的人 都特别喜欢吃羊肉呢 不管你喜不喜欢啊 数据面前呢 人人平等 我们在1月16号 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起了一个投票 总共有900名观众参与了 最终呢 红烧派以487票略胜一筹 获得了52%的支持率 上海人呢 对于羊肉口味派别 其实是划分得非常细致的 以黄浦江为分界 南边的松江 凤前 金山 更爱吃白切羊肉 而以家定 宝山 崇明的北派 更偏爱红烧 但是最终的排名 到底会是什么呢 那么这一碗红烧羊肉面 会排在我们榜单的第几名呢 要我说 怎么样也应该有个 210票吧 既然这么多人喜欢 我们先来看看 排在第10名 只获得了10票的 会是什么呢 我们一辈子上海人吃羊肉面呢 就是两个味道嘛 一个红烧的 还有一个白切的 但是在这家新疆餐厅 我们可以吃到辣的羊肉面 来 跟我去尝一下 所以说香辣羊肉面的支持率 只有1% 票数呢 也不多 或许呢 有些观众会说 并没有听过 也没有吃过 但是呢 有票数说明了 总有人喜欢的嘛 不过新疆口味的香辣羊肉面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香辣羊肉面 香辣羊肉面 香辣羊肉 没有啊 这香辣羊肉面怎么没有啊 这就是我们的香辣羊肉面 这个啊 这上面不是写着干扁拉条子吗 做的是香辣羊肉面 它的名字叫干扁拉条子 拉条子就是新疆炒面的俗称 制作时呢 不用擀压的方法 而是直接用手拉制而成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拉条子才是整碗面的主角 而作为炒料的羊肉 则是配角 除此之外呢 还要加上丰富的配料 这样的拉条子才是完整的 那其实也是面嘛 那这个拉条子和我们 像我们上海普通吃的那种面条 有什么区别 这里面的区别很多 因为它是面粉不一样 我们这个拉条子的面粉 是从新疆用过来的 那新疆的说法就是东麦 东麦也就是说 一年只产一季的东小麦 因为新疆当地日照时间长 所以这种面粉呢 会更加的细腻 可能家家面馆的原材料呢 都会有略微的差别 但是拉条子的制作细节 至关重要 面粉本常是没有盐味的嘛 加上盐之后 它会有一点点咸 之后和面的时候 会加上盐加上水 揉合在一起的 之后口感会更好一点 之后面的香味会 会带带留一点 咸香味的会感觉 听到了没有 一份正宗的拉条子 就应该是盐水面 到了一份好的拉条子 不仅面要好 羊肉也得好 他们家选用的是 那拉提草原九月陵的小山羊 而且呢只用后腿肉 辣椒嘛则是选用 新疆当地的辣条子 制作成的辣椒酱 香辣但不呛口 辣条子果然是 跟我们普通在上海吃到的那种面 真的是不一样啊 因为它那个口感 就是那种QQ的 真的是有弹牙的那种感觉 而且刚刚那个大厨跟我说了 说这个是盐水面 所以说它那个味道 不是浮在表面上的 而是在这个面的里面 都能够吃到那个鲜鲜的味道 哎呦真的很好吃 而且呢它这个辣呢 又是属于那种香辣 但是又不是很辣那种 包括我觉得可能 年纪大的一些 可能害怕辣的 我都觉得吃这个面 一点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吃炒面 你觉得有点干的话 你还可以提升一碗羊肉汤 可不要小看这一碗清汤 它可是用羊果和羊肉 整整熬制三个小时 味道是绝对的鲜美十足 吃辣条子的时候 不妨来上一份吧 要说汤最好的羊肉面呢 一定数下一家了 但是在这边呢 我可以先给大家公布一下 这第九名呢 是羊肉小鸠面 第八名呢 是羊肉茧子面 第七名呢 是老檀孙菜羊肉面 那具体是哪些店家呢 一言会告诉大家的 好了 那我先去下一家店了 拜拜 李逵大锅羊肉汤 我们之前说啊 要找的重汤头的羊肉面 就在这里了 跟我去看一下 第六名羊肉茧面 五十七票 推荐店家 李逵大锅羊肉汤 羊肉茧面 羊肉茧面 看名字嘛 羊肉放在前面 那么重头肯定就是羊肉咯 其实呢 并不然 如果说新疆的羊肉面 看重的是面条 那么羊肉茧面呢 则更重汤料 哇 这个汤也太鲜了吧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汤的颜色啊 真的是奶白奶白的 就像我们说的那种 什么大骨熬出来的 那种浓汤 而且竟然吃到嘴巴里面 也会有种那种 奶香奶香的那种味道 而且完全没有那种 羊肉的新山味 哎呀 说这家汤好 那真的是没话讲 老爸 为什么你们的汤 会熬得这么好喝呢 我们的汤是 专业用羊的大骨头 专业一个锅 熬二十四个小时 自然锅才打出来 这口大锅里 少说也有一百斤的羊骨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必须要把羊鸡水 通通地炖到汤里 选羊呢 必须是一岁不到的 黄河贪图的小山羊 除此之外 还要加入四十多种的 中草药一起熬煮 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后 才会有如此奶白的 羊肉高汤 而且我好像吃到里面 有种那种中草药的那种味道 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 我们熬汤的时候 我们俊川嘛 有三十多年了 自己的中草药的秘方 就压这个山味和三味 依旧是这四十多种中草药 不仅呢 要放在羊汤中熬煮 甚至呢 还要打碎成粉 单独地放入汤中 增加滋补的功效 但是师傅又单独加了一勺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羊油 羊油我们也是经过自己加工的 里面比如说熬羊油嘛 我们要用红萝卜 洋葱 香菜 大蒜 把油烧开以后 把这些东西放里边 把这些东西炸干以后 再捞出来 能让羊肉面汤头 变得更加沉香浓厚的 就是这经过处理的羊油了 这也是羊肉烩面的 必要步骤之一 有了这羊油 羊肉烩面 羊香四溢 而烩面的面条呢 一定要用河南的宽面 韧尽十足 搭配羊肉汤 别有风味 根据了我们调查显示呢 有48%左右的人啊 在吃这个羊肉汤面的时候 还会选择再多加一份羊肉 这样才会吃得比较有满足感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你 会选择再多加一份羊肉吗 那么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一烟来告诉大家 在上海去什么地方 可以吃到我们的第七名 至第九名的羊肉面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羊肉小揪面呢 大家可以到宁夏映像 延迟太阳体验店来尝一尝 而第八名的剪子面呢 大家就可以到岳师傅剪子面看看 用剪刀剪出来的羊肉面 值不值68块钱一碗呢 还有喜欢尝鲜的朋友 可以到这一家 红太极热气羊肉羊蝎子火锅 尝尝老坛酸菜羊肉面 究竟是个什么味道 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 羊肉呢不光有红烧白切之分 还有干湿之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羊肉面更爱吃干拌的 还是汤面呢 根据投票得出结论 第四名白切羊肉干拌 第二名白切羊肉汤面 要说羊肉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呢 那肯定就是白切羊肉 那说到白切羊肉 在上海最受认可的外来门店 就是我身后的苏州藏书羊肉馆 要说藏书羊肉面馆的地位 不难发现一道吃羊肉的秋冬季 大街小巷里挂着藏书羊肉招牌的小店 都会一夜之间的冒出来 开门时间呢定时开半年 关半年 半年是在开这个 那么另外半年你在干嘛呢 另外半年就是到那个养羊的农户 跟他们去联系联系 交流交流 就是跟他去看看 就是选羊对吧 对对对 花半年时间来关心羊 也就是为了羊呢 不被别人挑起 更是为了保证羊肉的味道不变 一般来这儿呢 都是为了这一口白切羊肉 而且我刚刚其实 从外面走过来的时候 发现本来你们只有一家店了 对吧 好像旁边的那个门面 好像也盘下来做了 边上最好人家就吃掉嘛 让我们自己的门面 一间也太小了 这样把它盘下来 那说明生意也好呀 就是吃得很短 吃得很短 中午的确实中午一直是排队的 老板呢是真的很忙 隔壁的门面呢算是盘了下来 但是羊绒的名字都是懒得改了 不过也是啊 羊绒羊肉本就是一家嘛 那你们家的这个羊肉 这个羊肉面啊 它做起来到底有什么 和别的店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就是我们这个苏州的特色 那个白切羊肉 就是用那个墨筒 就是把它们煮完门 炖出来的就是 藏食物羊肉的做法 代代相传 密不外传 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汤 只要放上盐就足够鲜美 而我们的白切羊肉呢 则是需要经过放入老汤 自然冷却方能上桌 看仔细喽 这羊肉酥到下刀都不用力气了 可见软糯 苏州的藏树羊肉 和我们上海这种羊肉 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它切的就是很薄的 像我们上海平时 都是喜欢切一块一块的嘛 但它是这样薄薄的一片 那听说这个羊肉在这边呢 还是有不同的几种吃法的 首先呢就是白切 直接入口 我尝尝 这个羊肉真的是 它竟然没有一点点羊肉的那种 心善味 一点都没有 我都觉得我吃了产生幻觉 我吃的真的是羊肉嘛 到了嘴里没想到还是那种 很鲜嫩的感觉 一点都不会有那种色口的感觉 好 接着第二种 蘸这个调料 一份好吃的白切羊肉汤面 甜面酱也是灵魂所在 他们家的甜面酱呢 更是每两天熬煮一次 除了基本的甜面酱 还要加入蚝油 生抽 糖 淀粉等各种调料 只有这样烧制出来的甜面酱 才能更好地承托羊肉的鲜味 尝尝看有什么不一样 好吃好吃好吃 我跟你说我们女孩子 本来就喜欢吃甜的 这个甜面酱呢 甜而不腻 配合这个羊肉味道 入嘴以后让你觉得 这个羊肉好像更加鲜美 更加鲜嫩了 第三种就是把这些羊肉 这样咕噜咕噜咕噜 放到这个汤面里面去吃 埋在里面 因为这个汤本身也是羊肉汤嘛 我来喝口汤 冬天吃上这样一碗 热腾腾的羊肉面 幸福感 真的太满足了 我要吃了 再说说排在第四名的白切拌面 面条用的是特别定制的苏式面条 拌料呢也是秘制的配方 喜欢拌面的朋友 不妨来这里试一试哦 不过要记住了哦 这里每年的四月到八月 是田业修饰哦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揭晓了 从面形口味产地 以及干湿不同的七碗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排在我们榜单第五名的呢 会是 红焖羊肉面 你别看啊 这个红焖跟红烧只差一个字 但是做法工序上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揭晓到这里 是不是你已经猜到了 第一名和第三名 分别都是什么呢 第一名红烧羊肉汤面 第三名红烧羊肉拌面 让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 上海羊肉的派别 以黄埔江为分界 南边的松江 凤贤 金山 更爱吃白切羊肉 而以家定 宝山 崇明的北派 更偏爱红烧 但是在我身后的这家 百年老子号里 这平时真的 你死我活的红白两派啊 竟然握手联合了起来 跟着我去看一下吧 在《珍如镇治》上有说 旧时 每天凌晨三十半 农民上街泡茶馆 四十半许 进羊肉馆 要上一叠羊肉 捉一二两白干 四后呢 一叠羊肉汤面 记下甜头 而那家羊肉馆呢 就是它 珍如羊肉馆 只要倒这儿的 都是羊肉面的忠实粉丝 这家人家的羊肉 一日把你老地 从我这个武庆开始 我武庆已经加速到 这四个时候 已经一半多岁了 一二一家来十几千 从十几千回国来 他应该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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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食客 选择了白切羊肉 但是数据面前 人人平等 在上海 喜欢红烧羊肉面的人呢 就是多了那么一点点 有30%的观众呢 更偏爱是红烧羊肉面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近六成的人呢 是完全不介意 羊肉那股特有的味儿了 师傅啊 我觉得你们这边的 红烧羊肉 怎么这么奇怪的 像跟安达桑 黑格森 怎样一样 扎起来的 我们这羊肉 烧的时间比较长 我把它扎起来以后 这个肉跟锅头 会烧酥掉的 哦 它这个时间 大概有多少时间 你说四个多小时 四个多小时啊 怪不得嘞 所以说你们看哦 这个肉全部是给它扎起来了 保持它不会松掉 那它的做法 或者说是口感上面 跟其他的红烧羊肉 有些什么区别呢 口感嘛 入嘴即化 入嘴即化 对 哦 那味道呢 味道是甜 油而不腻 一般来说 入口即化 油而不腻 似乎呢 都是我们特派员说的 说到底呢 也是大厨不肯说 红烧羊肉的秘密 他唯独肯透露的 只有这一锅 做红烧羊肉的老汤了 一天要烧七八个羊 八九个羊 三四十斤以上 这锅汤 可能是已经 几十万只羊 精华于一身了 这是我们店的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每天晚上 有个师傅 在这里煮 被红烧羊肉煮好了 他就留这点高汤 给我们第二天做面谈的用 多害怕 他就自己脱走了 这就他自己 一个人知道 说到底 羊汤呢 都是被藏起来了 更不用说做法了 师傅的形容 真的是准确 入嘴即化 到了嘴巴里面 松松绵绵 一下子就化开了 这个羊肉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点都不删不腥 我吃了这个 我就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们榜单上面 为什么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喜欢吃我们这个 红烧羊肉面 红烧羊肉拌面 同样也是不少人的心头好 不难看出羊肉面 爱吃温暖汤面的朋友们 是更多一些的 而羊肉的口味呢 红烧的好像似乎更受欢迎些 第一名 红烧羊肉汤面 推荐店家 真如羊肉拐 不管你最爱的那碗面 排在第几名 冬天呢 不妨来上一碗羊肉面吧 就如圆梅所说的 从古人造字而言 美字从羊 仙字从羊 庚字从羊 就连吉祥的祥字 同样已从羊 可见凡山珍海味 均不及羊肉味美也 这也难怪有那么多人 爱吃羊肉面了 如果有时间 不妨也去尝一碗羊肉面吧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到这里大家也都来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在都市频道不见不散 我是王烟 拜拜 我在山海大家都在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